作詞曲 初音樂 作曲 初音樂 一心咕死的背大傾了 難不去看誰直接的倒盤 人家旋徒被抹拼了 才能活足世俗般的伟长 你看 理想大道 奋不顾身的绵羊 活在紧紧丢了场 我 拒绝被绑架了思想 被置入了所谓梦想 我杀了自己 只为怀烂 共云目光 我 只想活出随着模样 就算被当坏的驱赶 遍遍时代中 紧握着奔 好痛的夕阳 我 只想活出随着 我 只想活出随着 迷你专辑 刚才歌曲里面 多次提到 想活出自己最真的模样 我想这是在座 年轻的你们 在学校或是在社会当中 面临到这一个最 矛盾的心情吧 我们想维持自己的样子 却常常觉得格格不入 我举个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是在美国念小学的 我记得小学的时候 我们四个班级 中间有一道休闲区 这个休闲区里面 有很多的小说 图画故事 童话故事 在老师讲课之余 讲完听完课之后 你都可以到那个沙发区 坐着挑选自己一本书来念 想当然了 这个五年之中 养成了我这个非常 自由自在的灵魂跟习惯 所以回到了华人的 这个教育体系 我当时非常非常的不适应 我记得我国中 第一天上学的时候 记得在一堂课 我真的受不了 坐在那好久好久 我好想站起来 我终于站起来了 全班三十几个人 回头一看 哇 这个人在干嘛 怎么到处 走来走去 很奇怪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渐渐成为班上 同学们眼中的异类 那段时间 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常常发现我的课本 莫名其妙地不见 然后在后面的垃圾桶里面找到 我常常发现我的书包 被丢在厕所里 有一次更特别的是 我翻开我的铅笔盒 那时候是一个帆布的铅笔盒 我打开的时候 发现里面汪洋一片 调味乳 其实回想起来 有点可爱啦 因为那个味道 是我喜欢的调味乳味道 我常常被老师误会 搬上恶作剧的带头是我 老师可能觉得 我本来就是问题学生 所以也不会主动地来靠近我 来帮助我 回到家 我也不敢跟父母亲说 所以这三年 我其实是非常压抑 非常孤立无援的 每一个在座的你们 我相信你们都有背后自己的故事 都有自己的困难 都值得大家站在你们的立场 去为你们想一下 为什么会有霸凌产生 这件事情我也纳闷了很久 事实上你们想 每一个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父母亲对你们有不同的滋养 所以肯定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灵魂 硬把你们凑在一个班级里 其实是有一点残忍的 是有一点过分的 我觉得 这也是为什么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粉丝 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 为别人着想 是一件非常好的美德吧 也会让你非常开心 霸凌这件事情 也许你正在经历 也许你经历过 那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选择 用爱来看世界 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的 用仇恨来看这个世界 因为仇恨很爽快 但事实上这个爽 会让你失去自己 我也曾经让仇恨驱使我的人生 那个仇恨我也报了 但是 我变得面目可真 我不喜欢那样的我 电影啦 动画 常常都会提醒我们 仇恨绝对不是 长远之道 爱 才是真正的长远之道 即便你今天遭受 再多的不公平 再多的痛苦 只有爱才是唯一的解药 爱才能让你面目 和善 才能使你真正得到 你想要的快乐 我衷心地期盼 每一个人啊 都可以因为他人的幸福而快乐 因为他人的痛苦而难过 亲爱的怪物 希望给大家能量 勇敢发自己的光 爱自己的独特 谢谢大家 佩服两位 都是用非常 自己的立场 去为了大家 做一个演说 柯老师 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暴露在 所有人目光面前 跟我其实是蛮像的 我常常在媒体上面发言 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我 那么直 对 会觉得 哎 你这好好做一人 别说这么多了 别去碰这些 但是我认为有很多的议题 在当下是必须要说 必须得碰 我们享受了太多人的目光 然后我们也有媒体的焦点 所以 当我们没有办法树立 那个典范的时候 有很多的恶会 慢慢地滋生的 对 所以我都很佩服 但是 我可能比较需要 佩服更多的是 柯老师的勇气 谢谢 我非常认同柯老师的一点是 不能因为我们在放大镜下生活 我们就不去维护 内心的那份正直和善良 我们就不去维护 社会的一些功德和秩序 所以你最终的选择是 我跟杨亚伦一样 我不说明了 我跟你说 你听完了柯一铭老师的演讲 所谓说要真实 你就应该投 我就投给柯一铭了 爱把打地吧 怎么着 一条来讲 这个李总是很坏的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著名的企业家 他是企业的管理者 但是他的通篇演讲 是站在求职者的角度 他这种切入点 本身就会讨好 而且他大部分的渲染 都是他如何对下属怎么好 而且亲和力非常强 柯老师的这篇呢 就略显吃亏 为什么呢 他讲的是艺人 因为他本身就是艺人 我们在座的都是艺人 有可能艺人的那份艰辛 在座的我们是可以懂的 但是我们是小众 我们要承受的东西 就是比别人要多一些 所以说呢 李总的这篇是非常之成功 我非常之喜欢 我希望大家能把宝贵的这一票 投给李总 我认为我的题目并不是小众 我要反驳 大家都关心艺人 你们觉得袁亚伦是小众吗 对 不是大众 他是小众吗 大众 你觉得毛不易是小众吗 你觉得吴亦凡是小众吗 你也不是小众啊 无论你是不是艺人 你一定要做自己啊 比如谈爱情 很多时候很吃亏 比如讲一个包吧 你明明就希望你的男朋友给你买 对吗 是不是啊 但是呢 因为你哎呀 好喜欢 为了腼腆 你不做自己啊 哎呀好过眼 别买了算了 哈哈哈哈 等有一天 分手的时候 哎呀 早知道他给他吧 粉丝朋友们说 千万不要被我养你这三个字 迷惑 拱惑 哎呀 你有没有说过我养你 我坦白说 我还真真讲过 哈哈 我后悔 因为他会把一个人养成废物的 是的 对 你就像曹总 你是害了他的 你就像曹总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 跟我们显得了一个事 啊对 上一期复活赛 我在这手机响了 我一看什么 我席上发一个 老公我想消费 我说 消 哈哈 你人家的 消 比我养你还还好 哈哈哈哈 好了 现在请二位 为自己拉票吧 杨洛老师 您先请 我其实就是个真性情的女人 一路走来到今天 我觉得有很多不容易 但是 在我骨子里边 只有两个字 一直带着我走 就是 我能 不管怎么样 这最后一战 我就想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 我觉得 我做到了 被女人发声 同时 也告诉男人们 别老动不动养我们 我们有能力自己养自己 好 是 正确的选择 好 拉个票 群众的呼声 好 今天是帮邓律师拉票 在听到医生那一段的时候 我特别有感触 我自己有一个例子是 有一次 我跟我的家人出去玩 在坐一个越野车 突然一个坑 就这样瞪起来 我妈妈撞到那个 梁杆上 很大一身 但我当时不觉得 太严重 所以我并没有 太理会妈妈的那个 哀嚎这样子 一直到了这个医院的时候 我看到我妈妈整个脸是肿到 认不太出来她的 所以我很后悔 当下我有这个冷血的想法 所以我刚才你在念这一段的时候 我有点眼泪要涌出来了 所以刚才这一篇也让我知道 接替其实到底有多重要 每一个人都要踏实的生活 因为每一步每一脚印 如果你踏实去过了 你会学到很多 我们必须要在生活面前 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谢谢 谢谢